9 月 第 8 條 現在有一個 X 和 Y 調整了 Poly 是沒有秘密的 不如說一下 Poly 的作用 Poly 本來可以把 X 和 X 是打橫的動作 Y 是打直的動作 它就能夠把橫的動作和直的動作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T 是打橫的 這邊的 T 是打直的 這兩條繩子的 T 是一樣的 Main-A-T 是一樣的 但為何一個是橫的 一個是打直的 就是Poly 把繩子的力 當作是轉向方向 它就轉向方向 好了 現在轉向方向 其實 X 沒有一個力量 只能夠把繩子的力量 而這個繩子的力量 其實是因為 Y 本身有一個重力 有一個重力 這個重力 拉著 Y 亦拉著 X 但我想說 X 的重力 因為 X 的幅度 就被地面托住了 但是 Y 的幅度 或者沒有東西托住了 Y 所以幅度 會拉著 Y 同一時間 因為條繩子的關係 就拉著 X 了 好 現在突然說 條繩斷了 如果條繩斷了的話 在這個情況下 條繩變成鬆 所以它會拉著 X 了 Tension 變成 0 那麼 在 Y 而言 只有 weight 加著它 我們不記得 就是 3 4 motion 所以它會以 10 ms 負 2 Dsc 而言之 9.8 ms 負 2 就向下降 所以答案 就是這個 還是這個 那麼 看看 X 了 X 了 X 就是 一直是 Tension 拉著 現在連 Tension 都沒有 所以在它上面 打橫的 Led Force 就會是 0 那 拜登的第一定律 那就是 動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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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常質 常質 簡單來說就是 constant velocity 所以答案就是 D